今天為何將記者會放在靈探天地呢? 就是要配合我們這次會議的主題 幾年前我們決意建造業會和政府一起 將它設計成為一個低碳的建築物 為香港社會介紹一個低碳的生活 都有八項特別環保元素在裏面 自從2013年完成之後 這座東西在世界上得獎無數 最新的項目是去年得到 世界綠色建築議會頒發的 2016年亞太綠色建築領袖大獎 建築議會一向都很注重 如何可以令到我們的建築業做得環保一點 對這個環境的破壞可以減少一點 例如我們在去年有一個很大型的研究項目 就是請大專的研究隊伍和我們一起合作 研究如何減少河沙的運用 對這個自然環境的破壞可以減少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很大型的工作 就是去研究如何減少地盤的廢料 令到少些廢料到我們堆填區 大家也可能在吳政長官司令報告裡看到 我們在現在正在我們籌備一個建造業的創新中心 在今年年尾就會推出福報香港 到時也希望大家多些支持